天花病毒曾经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绰号 叫做死神的忠实帮凶 这可不是朗德虚名啊 自古以来人类就深受其害 古罗马帝国在二到三世纪时 因为无法遏制天花肆虐 国力大衰 16到18世纪 亚洲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天花 欧洲也好不到哪去 仅仅在18世纪的100年内呢 就有高达1.5亿人死于天花 而美洲突出则躺枪 被欧洲探险者带来的天花病毒 导致了90%的死亡 这一致死率超过30%的烈性传染病 即使有幸躲过一死呢 也会在身上留下永久的伤疤 而且往往再也见不到光明了 但是今天的人们却对它感到非常的陌生 因为它已经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 是的啊 这是人类打赢的第一场病毒战争 而打抢第一枪的地方呢 正是在我们中国 据史疗分析啊 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呢 药王孙世苗就提出了 以毒攻毒的方法来预防天花 他从天花患者的窗中取出龙脂 然后将龙脂敷在皮肤表面来预防天花 这大概算得上是 后来在明代开始流行的人斗接种法的鼻祖了 所谓人斗接种 实际上就是采用人工的方法呢 是被接种者感染一次天花 以获得对天花病毒的免疫 中国古代的医师采用冷静而科学的态度 发明出了多种有效的人斗接种法 比如斗医法 斗浆法 汉苗法 水苗法等等 尽管它们依然会有较大的传染风险 但人斗接种法的发明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阻止了天花在中国的传播 并且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 俄罗斯 日本 朝鲜 阿拉伯 土耳其等国家呢 先后都学习并消防了我们这样的种斗方法 直到18世纪啊 人斗接种法都是人们对抗天花的主要手段 根本的改变 发生在1796年 由英国人爱德华勤纳缔造 那一年 它通过强有力的实验 证明了采用种植牛豆的方法 可以更加安全有效的预防天花 并将过程与结果发表了论文 慢慢的牛豆接种法呢 开始得到普及并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天花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不得不说啊 牛豆替代人豆 绝对是天才的灵光一线啊 但这并非是一处而就啊 而是源于琴纳打小起究 立下的攻克天花的志向 他很早就开始在诊所里面 当起了学徒 学习外科和制药的知识 接着又在伦敦的圣乔治医院里面呢 系统学习了解剖学 病理学医药学和产科学的知识 并很快成为了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 不过儿时的梦想却从未遗忘 他不会放过一丝关于天花的信息 在听说得过牛豆的人 不会感染天花这样一个传说时 他开始了漫长的观察与研究 为了得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他不顾同行的嘲笑与巨大的争议 开始在各大牧场做实验 他将天花患者的农业 接种到牧场工人的手上 没有人换上天花 他还给一些资源接种牛豆的孩子 接种了牛豆 这些孩子也没有在天花流行的时候患病 十年以后啊 1796年的5月17日 正好也是晴娜47岁生日这天 他迎接了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中 最重要的一场实验 在众人面前为一位8岁的小男孩 种植牛豆 并在两个月后呢 当着同样一批人将致命的天花病毒 注入男孩的体内 以此验证他的牛豆 能够预防天花的观点 显然他成功了 而这也成了我们刚才说的 人类消灭天花病毒的重要转折点 1979年10月26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 这种曾经杀死过数亿人的传染病 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现在只有在美国和俄罗斯的 两个超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面 还存放着他的标本 教科书上的天花病毒 不仅记录着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在与传染病的战争中 获得胜利 也告诉我们 执着与勇敢会帮助人类 度过一切的难关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让科学更有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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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